早安 今天是2024年10月22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由博威环球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 和谭海韻陪临一起开市 Thomas 今天大事有什么焦点? 会留意一下美股近期有什么因素 会左右住各一个的表现 另外有中资股公布第三季业绩 一会看看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是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转头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上日个别发展的纳指座号NVIDIA升4% 创出新高 市场官网纳美国企业公布业绩 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 道指低开后一度跌接近400点 收市跌344点 收报42,931点 标指跌10点 收报5,853点 纳指微升50点 收报18,540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跌0.8% 欧洲股市普遍向下 焦点股份方面 苹果股价微升 Tesla向下跌不够百分之一 波音公司有望结束罢工潮 股价上升百分之三 是升幅最大的导指成分股 一起看芯片股的表现 NVIDIA升百分之四 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 总市值超过3万5千亿美元 逼近苹果的水平 TSM和Netflix都是向上的 而月拓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 科网股ADR 各别发展 阿里比本港收市高 折合$98.04 汇空亦比本港收市高 一起看亚太区外围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 现在早段 我们看看最新的数据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跌86点左右 38,790点 首义终合指数跌22点 适宜普通股指数跌92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跌87点 我们稍后会继续跟进港股的情况 先和Thomas聊聊的外围市况 先谈美股 道指上星期五创出新高后 昨天有回吐 今星期的焦点继续在企业业绩 到星期三有Tesla和麦当劳 到星期四有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 现在美股的气氛也不错 虽然道指有回吐 但继续在高位上落 在大选与议息会议前 你觉得美股是否能够在高位上继续做好 暂时来说我觉得会是 在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数据方面 倾向上来说是每周公布 预期的数字跟上周差不多 所以对于后市左右方面 会比较少 市场下周会有些比较重要的数据 ADP和PCE 这些相对是小飞龙的数据 和物价有关联性 所以我认为市场在数据上的焦点 就会下周 所以在今个星期的时候 傾向留意企业公布第三季的业绩 因为之前两个星期 很多金融机构 一些美国的银行 公布了一个季绩的时候 表现上都是不错的 正因为这个缘故 就对于美股方面有个支持 因为市场的解读就是 银行股业绩是好的时候 美国的经济表现 不是想象中那么差 所以就多一些资金来流入 之前大家会估计 联储局有机会再减息半厘 但现在在利率期货反映 就不见了这个选项 只剩下减息四分一厘 和不减息两个选项 亦会见到在机率方面 减息四分一厘 接近九成的机率 所以整体各方面 符合了市场的预期 亦是走向上大致平均 所以令投资者的入市意欲 会比较强 所以暂时去看的时候 美股继续会有一个条件去创新高 但其实已经看到 因为基数已经比较大了 譬如看到道指是四万多点的状况 所以相对上 就算昨天跌三百多点也好 其实在那个跌幅方面 都是说是0.8% 即是说你要跌成四百多点才跌到1%的状况 所以相反地如果你看到它涨的时候 亦都是因为那个机率很高 要升起码500点或以上 你才会涨超过1%的状况 虽然会创新高 但升幅方面大家不適宜有太大的期望 是的 暂时都先观望着企业业绩 昨天其中一个焦点就是NVIDIA 不负众望 昨天升百分之四就破顶 市值非常逼近苹果 日前再有大行唱好NVIDIA的前景 美银发表报告说 NVIDIA的估值相对MAX7来说 平均来说仍然很吸引 所以上调了NVIDIA 2025至2027年的收入和盈利的预测 目标价由165美元 上调到190美元 背后的原因就包括 NVIDIA在AI领域上的领导地位很巩固 市场份额市场占有率 达到80-85% 还有AI行业整体的潜在市场 超过4000亿美元 所以NVIDIA未来会迎来一个 就是世代的机遇 Generation Opportunity 所以根据以上的原因 就上调了未来的目标价和盈利预测 NVIDIA大家都看着 由一直继续做好 现在就破了顶了 现在在现水平追入是否一个好的选择呢 如果真是说进取一点点 现在真是追 止蚀位又应该怎么定 其实NVIDIA公布的业绩是做好的时候 我想市场多或少已经是预料得到的 因为之前台积电公布的业绩相当不错 台积电的收入占比主要是美国 所以NVIDIA业务的收入占比也是美国占得比较重 所以大家都预料得到业绩表现会是不错的 现时大行会看NVIDIA的股值仍然吸引 最主要的考虑就是它的盈利增速 仍然是一个强劲的状况 因为始终在市场上供应高端芯片的半导体公司 其实不多 所以相对上NVIDIA继续在领导的优势方面 是可以保持一督 但正如刚才所说 既然导致都是因为基数上比较高 所以就算它继续破顶也好 相对上升幅是有限的 其实在NVIDIA也会有这个状况 暂时去看的时候可能有机会 大概是160元的位置的阻力会比较大 而就是140多美元 所以潜在升幅来说 未来的两至三个例外都不够一成的状况 以及公布完业绩之后 亦都不排除有些投资者会有消息出货 所以亦都限制了那个升势 如果你说有兴趣来到去吸纳的时候 可能稍稍回调一点 譬如你落到135-140元之间 入手就会比较好 另一个方面就是因为升幅 预期都是比较有限 所以可能在注码分配 短线操作的 可能就要留意一下 至于如果你说作为一个中长线 来到部署的时候 相对上 135-140元 我觉得是一个挺吸引的水平 即是130元左右去买入 你会建议 譬如说现在这样去破顶 那止蚀位应该怎么定呢 刚才说135-140元是比较适合 其实在调节方面 如果你说谈慎一点的投资者 可能会在130元左右可以定位止蚀 譬如135元买入 如果跌多个5元 落到130元以下 可以考虑止蚀 至于你说进取投资者 可能风险性售能力是比较好 谈论上可以再看低一点 例如落到125元以下 才能考虑止蚀 好 我们看看上日港股的情况 开个恒指图给大家看一看 恒生指数昨天有回吐 成交跌穿2000亿 恒指低开73点后 下午最多跌381点 收市跌325点 收报20478点 跌幅0.5% 下午最后